倒閃逼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雨 歡迎來到小雨操玩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特別的房間 大家猜猜看我現在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來參觀這個房間吧 旁邊有一個很特別的鬧鐘喔 接著我們去其他房間看看 這邊是廁所 還有小瓜 接著出去呢 我們看到一個遊滑梯 Wiii 滑下來了 這邊是圖書室 繼續往下走吧 接著這邊是大廳 還有廚房 其他房間我們都進不去 但是沒關係我們可以直接出去看看 這個房間是 海綿寶寶的鳳梨屋 我們今天來到了海綿寶寶的世界 趕快來一起達成這世界很多任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世界 有多少任務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七八總任務各一集 我會拆成很多集來解這個任務 首先我們從旁邊的章魚哥家開始吧 來看章魚哥的任務是什麼 他說 有一些醫師的 道具 可以讓我們幫他找 然後 可以去 組裝樂器 接著再去 演奏 我們到章魚哥的家了 這邊 有一個合成台 旁邊是海綿寶寶 這邊有一個箱子 裡面有一些 物品可以讓我們用 這邊也有一個箱子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 繼續往下走 我們可以 到 比奇法的城市 唱歌演奏 這邊就有一個樂器 接著 還有一個箱子 OK 全部的道具應該都拿完了 然後這邊有一扇窗戶 但看不太到外面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回去 一開始的地方 這邊是章魚哥的字畫像 還有他的家人 這邊都是他的家人 好我們來合成吧 這邊有一些道具可以合成 都需要剛剛我們拿到的 東西 然後可以打鼓 還有一個喇叭 我們就 把這個道具全部都組出來吧 打鼓 合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還有一些素材 但是都不能再做其他東西了 沒關係我們就找 章魚哥直接去 演奏 OK 我幫你們組一個 樂團 海綿苗包拿著他的 吉他 章魚哥拿著他最愛的術笛 好 我們來找人 這邊有人 這樣打 喔這個鼓好 立體喔 這個鼓超立體的 聽起來 很好聽 好立體的 聲音 好 我們已經完成一個任務了 這邊還有人 可以跟他們講話 這邊應該是商店 喔這個人 會跳 喔 上一個也會幫忙吹奏耶 他們看起來都跳得很開心 現在已經有三位了 OK 繼續找 繼續找 這邊看起來沒有人 我還有一隻小喇叭 那喇叭怎麼吹 好可愛喔 這小喇叭也太可愛了吧 上面的活塞按鈕還會動呢 好我們繼續找人吧 喔這邊又有人 來吹奏 沒關係 這邊還有三隻 魚 喔他們都長得一模一樣 沒關係 喔這 跳舞的動作都很像吼 喔 繼續找 繼續找 喔這邊又有一隻魚 這隻魚怎麼長得那麼醜呢 這隻魚 這隻魚真的長得好像小醜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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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演奏 OK八個了 他消失了 這邊還有兩個 可以一起吹 一次解任務 我們這個 很快就解完了 可以找章魚哥 就一起去演奏 一起去他的演唱會 我站到他叫我指定的地方了 派大星也在 有了開始了 為什麼不能動 我不能動 我們 看一下他的動畫 做得非常的好 還有過場動畫 演奏畫非常棒 這個 謝老闆怎麼擺得那麼 再唱 後面還有一隻水魚跳過去了 原來是很經典的 過場動畫 這個是要給我的嗎 這個速笛 怎麼拿不太 出來 拿不太起來 喔拿起來了 我們可以吹奏樹笛了 他要把他最好 他最愛的樹笛給了 喔這個樹笛也很立體 吹奏得非常好聽的感覺 好的 讓我來總結一下 今天的遊戲吧 首先 我個人非常喜歡海綿寶寶 他是 1999年 創立於美國尼克卡通動漫 有20多年歷史的 卡通 而我個人非常喜歡海綿寶寶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非常的善良 也非常的積極 你看他大 又可愛的眼睛 是不是特別可愛呢 比奇堡呢 也是一個 非常有名的地方 他是位於 太平洋的 這個 一座的 城市 我們今天 已經總結了這次的 章魚哥要完成的任務 這個任務呢 我覺得 非常的好玩 因為他可以組裝自己的樂器 但也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樂器只能組裝一個 需要足夠的材料 才能組裝更多樂器 所以呢 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那這次 下一部影片呢 我們已經就會到 派大星的家 好我們要跟海綿寶寶 還有章魚哥 說聲 拜拜囉 拜拜章魚哥 海綿寶寶的世界 我們過來靠近章魚哥 拜拜章魚哥 他說OK 拜拜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吧 歡迎訂閱小宇超玩 我們到現在 下部影片見到 有沒有看到 大星的影片見到